巴塞爾是世界之家 准確地來說 這裡居住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 150個國家的人們聚集到這裡 在這兒他們找到了家的感覺 擁有20萬居住人口的巴塞爾 是讓您感受生活的地方 老城去浪漫的小巷和廣場 加上眾多的花園綠地 使這座37平方公里的大城市 到處都更感受到生活的氣息 巴塞爾是文化藝術和經濟科研之城 它位於歐洲的心臟 披零法國和德國 也是周邊大於200萬人口地區的中心 在這個瑞士第二大經濟區域 諾華、羅氏、憲政達、七八金化、克萊恩 以及龍沙等企業都將其公司總部和研究基地設立於此 這些企業是整個區域的生理軍 多年來由於受到高度專業化的中型工業的帶動 這裡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都在瑞士地區保持最快的勢頭 大約3萬5千人在這些國際企業裡工作 他們當中的人許多來自德國、法國以及世界各地 知識傳播、經濟交流以及該地區企業間的相互合作 是創新和發展的重要因素 知識的校園為此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這裡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科研精英 到2030年將達到1萬多名 巴塞爾的公共和私人力量共同為教育科研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在這種良好的氛圍下 年輕人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一萬兩千多名學生在創建於1460年的瑞士第一所大學裡學習知識 各大高等院校的教學設施極其先進 將整個地區、國家和國際交織在一起 巴塞爾是瑞士最富盛名的展會和國際性會議之城 世界領先的專業展會 如巴塞爾世界鐘表首次展 以及各種國內外會議都在這裡舉行 巴塞爾強大的金融地位 使它成為一流的經濟中心 眾多的國際銀行將他們的總部設立在這兒 此外許多金融機構、保險公司以及領先的IT公司 也在這裡提供他們的服務 巴塞爾不僅擁有聰明的人才 而且他們富有創新精神 在著名的建築設計公司和平面設計行業裡 工作著一萬一千多名精英 他們別去將新的造型設計 給世界各地的互聯網、影片以及印刷媒體的製作 增添了光彩 由於它中心的地理位置 使巴塞爾成為了歐洲的交通枢紐 從中世紀起 第一座快銀來銀河的中橋是如今這座經濟大城的成因 公路、鐵路、輪船直接相連 確保貨物可迅速轉運 眾多的瑞士來銀港口成為了最重要的歐洲內陸港 歐洲機場巴塞爾、米盧茲、弗萊堡距離市中心僅6公里 快速便捷的通道迅速地登機辦理 最先見的技術是這個機場的標誌 從這裡您可以在兩小時之內 到達歐洲境內40多個目的地 三個國際火車站 為世界上鐵路網最密集的瑞士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市內的諾德堂根高速公路是瑞士的南北通道 也連接著歐洲的高速公路網 1661年首作世界公共藝術收藏博物館在這裡建立 這要歸功於巴塞爾的市民精神 現在這種精神仍然在積極推動的這裡的文化和藝術事業 書家基金會以及30多座博物館都是最好的證明 世界著名的藝術作品收藏在這裡找到了歸宿 通過巴塞爾藝術展 這座城市逐漸成為世界藝術盛市的中心 為其一座的藝術展會吸引了300家頂級畫廊前來參展 而是21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博物館由此誕生 巴塞爾著名的邁阿密設計展別具一格 這裡匯聚了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設計師、藝術品商人和收藏家的精品 藝術不僅僅掛在博物館的牆上 而是已經成為了這座城市的一部分 巴塞爾的歷史和發展清晰地雕刻在歷史的建築上 這些建築經歷的多個世紀依然保存完好 巴塞爾是一座將古典與現代藝術融為一體的城市 這要歸功於眾多的國際著名建築大師 如馬里奧·伯塔、倫佐·皮爾諾 以及捷克·赫爾佐格和皮埃爾·德梅隆對他做出的貢獻 與巴塞爾其他著名建築師一起 他們不僅在巴塞爾這座建築藝術之城 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都留下了他們獨特新穎的設計 巴塞爾劇院被多次評為年度最佳各劇院 人們可以在這裡欣賞到莫扎特的菲加洛的婚禮 聆聽莎士比亞詩歌 觀看優美的芭蕾舞 巴塞爾公有25家劇院 在舉不勝出的國際性體育盛事中 我們作為主辦方也一同歡慶 不管是巴塞爾足球隊在賈吉聯賽奪冠的慶祝 還是歐洲杯足球錦標賽期間 在熱門比賽日子裡 將會有18000多名球迷 對這類活動巴塞爾有著多年的計劃能力和舉辦經驗 每年一度的世界室內瑞士網球公開賽 尤其得到觀眾的青睞 當然是因為羅爵費德勒 他也是巴塞爾人 大人和小孩們的最美好的三天 那就是巴塞爾的狂歡夜 瑞士最大的狂歡活動在這兒舉行 18000多名狂歡者身著彩色的盛裝 給狂歡增添了濃厚的節日氣氛 巴塞爾是一個十分適合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為了保證將來還是這樣 我們非常關注持久性的發展 巴塞爾實施了一個歐洲非常先進的能源法 90%以上的用電都來自於再造能源 比如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 蘭根艾倫是一個分井公園 也是生產飲用水的基地 通過採用一種歐洲寒介的獨特生態過濾系統 給巴塞爾提供了高品質的飲用水 為了降低噪聲和飛機排量 這裡建立了良好的公共設施 跨越內層直到郊區 在這裡人們可以放鬆休閒 或做一些戶外業役活動 離市中心只有30分鐘路程 攀岩、跑步或捉迷藏 孩子們可以在70多個公共遊戲場所 自由並安全地細小玩鬧 巴塞爾市也給這裡的家庭提供了大量的照管場所 這裡安全、乾淨、設施鄰近、氣候宜人 巴塞爾有著最高的生活質量 在城市的街巷裡閒逛一趟 順便買買東西 來自於工作的緊張和壓力便隨即蕩然無存 來到巴塞爾飯店 也能夠體會到低中海地區人們所特有的天賦 這裡的菜肴從精緻簡單到高級華麗 堅有法國與意大利的風味 無論您是住在藝術家設計的酒店房間 市中心的青年旅社 還是拿破崙、哥德或滾石樂隊曾經住過的歐洲最古老的高級酒店 您都會感覺到瑞士人的熱情好客 如果您在東方三線市大酒店的白馬興雞飯店內湧餐 所有的願望都將得到滿足 巴塞爾的夜生活範圍很小 但是很愜意 其中的宇宙不同 等您親自來發現 河的兩岸正在發生著改變 良好的風俗繼續傳承 新的元素不斷湧入 相信您一旦來到巴塞爾 定會流連忘返 編標 明日為止 也不在天層 スポッキー 主人們 榮 目